你好,我是熊冬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美国的小镇 这是女孩子们在跳梯头舞 这是真正的美国的乡下 就是美国的乡村地区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正在纽约的北部旅行 一不小心就撞上了 大家对他们表示欢迎 我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真的很酷 我查了一下 这个小镇的人口只有358个人 这个地方非常偏僻 它立于纽约市有几百里落 因为我从纽约开车 在北部旅行 就是看到了这些人 但是呢 而且他们的服装都很酷 可能是在开一个化妆舞会 总而言之 美国乡下人很会玩 可能是现在在春天 他们为了迎接春天 就在这个地方举行迎春的节日 这个地方的地名叫Holand Patton 听这个地名看来 可能是荷兰人 但是呢 我的直觉 你看这是他们的纺车 这个可能是来自荷兰 因为荷兰的纺织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呢 这里面有很多海盗的人 穿着海盗服装 这是艺术家在卖他们的东西 就是说 他们可能是荷兰 甚至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 因为阿姆斯特丹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 就是说那里的人呢 喜欢来自世界各地的服装 所以呢 你跟着我的这个 跟着我走 跟着我看 你就能看到不同的服装 你看 这位就可能是一个荷兰的五四 他穿的是五四服装 然后孩子们在玩秋千 远处都是一些帐篷 这几位穿的呢 他们的衣着打扮呢 都很像是个 古代的荷兰人或者丹麦人 这边有两个人在唱歌 大家看 可以听听他的歌声 唱得非常好听 这就是美国的乡下人 而且呢 这些人呢 被认为呢 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土的吊渣 但是呢 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生活 从他们的服装样式 就能看出来 这些服装呢 来自几百年前 甚至几千年前 也许有一千多年前吧 这些服装 因为 这有的服装呢 像是海盗的服装 这里也卖各种各样的服装 这些服装 在我看起来 都像戏服一样 可能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看 这个三角帽 这位女士戴的是三角帽 非常的奇特 这个三角帽 以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在现实里面没有见过 你看 这里面有一个女武士 她可能是亚马逊的女战士 看 这里又有一位武士来了 这一个角落可能都是武士 因为他们 你看 穿的服装呢 都是武士的服装 真的是非常的酷 美国的乡下人呢 很会生活 一个350人 8人的城装 大家在中国都能见过 你随便走一个省级公路 省道 都能看到 一个数百人的城装 可以说呢 那里的中国人呢 是另一种土味 都是呢 就是 简直就像住在牛棚里的人一样 就是说呢 他们的服装呢 都是千篇一律 都很难看 不像美国的乡下 你看 啊 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子 这里面的居民呢 几乎全部 都是来自 西欧北部的人 你看 这也是一位 高大的这个武士 不过呢 他没有带武器 你看 哦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美人鱼 但是我现在找不着他了 可能他去吃午餐去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美人鱼 他怎么走过去 难道他在草地上也能游吗 你看 那里面有一位高大的武士 正在巡逻 嗯 他可能呢 是一个巡警式的武士 好 我再带你们 去找美人鱼 因为这个美人鱼呢 很可能就意味着呢 这些人呢 来自丹麦 或者呢 他的这个居民呢 一部分来自荷兰 另一部分呢 则是来自丹麦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乡村的这个舞厅 从他们这个服装的样式来看呢 啊 就是在荷兰和丹麦之间 你看那几个美人鱼在跳舞 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 非常的美丽 大家都在看一个小女孩的舞蹈 非常的美 好 我带你们大家去找那个美人鱼 因为它真的很酷 它是真正的美人鱼 平时呢 大概也许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 那样的美人鱼 在这里都有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人的生活呢 跟中国人的生活呢 真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但是完全处在两个世界上 这个呢 就是按摩 现场的这个按摩 这种按摩器具 大家恐怕都没有见过 酷 非常的酷 你看 小女孩也穿着打扮得很酷 美国的乡下人 真的就是这样快活 美国总的来说呢 它是一个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 居民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所以说呢 这里的居民呢 民众呢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 安排生活 也就是说呢 他们手中拥有的钱最多 不像在中国 在中国呢 你做牛做马 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 然后呢 到处都来敲诈你 都来勒索你 每一个环节都要 最大限度的把你的钱给拿走 所以弄得中国人普遍的贫困 再加上做牛做马 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呢 你从这个美国的这个乡村就能看出来 其实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呢 就是体现在它的乡村生活上 这里不是人们想象的 纽约大都市 而是前不招撑 后不招电的地方 至少呢 我穿行了 一百多英里 我今天早晨 九点钟开车 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 一路上几乎全是森林森林 我当时唯一的感受呢 就是美国的资源太丰富了 土地资源太丰富了 因为这么大片的土地呢 我觉得养活几千万人都没问题 因为全是茂密的 一望无际的森林 这些森林里面 如果要改成种庄稼的话 那肯定能够养活大量的人 但是美国人似乎呢 没有兴趣在这些地方种植 大家可以想象 有森林的地方 它就有足够的水源 它就能种庄稼 但是呢 都没有 全部都是 郁郁冲冲的 原始的森林 所以呢 这个穿过了森林那么久 才看到 这些农民 大家记住了 这都是美国 最原始的农民 因为呢 我开车呢 有时候能经过他们的农庄 看到他们在种庄稼 看到他们的房子呢 就在农田旁边 他们的房子旁边呢 也有农业器具 对了 我忘了强调 一点的就是 这些都是美国 最偏僻地区的农民 地地道道的农民 因为你了解 其实中国 中国真正能有代表性的 这个生活呢 也是农民的生活 中国农民呢 才是中国的本色 因为中国的城市呢 都是西方化了的 都是被西方人改造的 可以这么说呢 现在的中国城里人呢 过的呢 都是一些西方式的生活 只有中国最偏僻地区的农民 才过着原始的生活 所以大家呢 从这些人的服装 就能看出来 美国的农民 过着怎么样一个 原始的生活 这是美国农民的原始生活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呢 来自欧洲 来自 也许500年 也许1000年 也许1500年 甚至2000年的传统 所以呢 美国呢 跟中国呢 看这位武士 他身上戴着宝剑 他穿的是那种皮帽的 战斗帽 这也是一位武士 两位武士 亚马逊战士 三位武士 哇 真的很酷 很酷啊 我在这个地方都舍不得走了 所以呢 在美国呢 你开车旅行呢 真的是 处处都有惊喜啊 因为 这个很多人 真的是酷毙了 这都是一些准备就餐的人 这又有 看 这是一位 老先生的装扮 美国的乡下 真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天堂 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地方 又有两个女生在跳舞 他们跳的也是踢跳舞 这些美国乡下人 这些土的吊渣的 这个美国人 所以说呢 你要想 如果有人想要拿美国 跟中国进行对比的话呢 你就拿出一个中国 一个300多人的村庄 在村庄里面走一圈 拍一段录像 对比一下 你看这又是一个真正的武士 他手里拿着盾牌 他身上挂着宝剑 凶酒酒气昂昂的